今天下午的国防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 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 非方不会离开仙宾礁相关海域 将继续组织巡逻补给 此外 针对中国对菲律宾在南海活动采取的行动 美防长奥斯汀在与菲律宾防长通话时 重申了美对非的坚定承诺 对此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谁在南海兴风作浪 中方都将坚决反制 包括仙宾礁在内的南沙群岛 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依法在相关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 合理合法 专业规范 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无权介入中非涉害争议 更不得以双边条约为借口 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当前南海局势局部升温反复 其根源在于菲律宾 一再侵权挑衅 冒险妄为 在于美国不断拱火交游 挑动对抗 需要强调的是 无论谁在南海腥风作浪 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方都将采取有利有效措施 坚决反制